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日 马古尼卫球队表现自豪 足总杯第五圈比赛 曼联在主场以3比1的比分逆转战胜为斯贤 本场比赛 红魔鬼队长哈利马古尼正选登场 赛后 他对比赛的方方面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接受曼联电视台采访时 哈利马古尼表示 比分落后是非常棘手的情况 但我们有助继续走下去的信念并最终赢下了比赛 作为一名后卫 我们只知道自己不能失第二球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支球队有助足够的天赋 可以去改变比赛形式 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在足总杯晋级 继续在所有赛事中征战是我们的目标 而我们也做到了这样的事情 最好的球队在面对对手球门时毫不留情 我并不是说我们是最好的球队之一 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有很大的提升 但我们逐步接近这样的位置 我们正在大踏步前进 我们有助自己的足球理念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我觉得当你输掉比赛时 你总是会感到身心俱疲 在球场上展示出的能量和强度来自球队内部的精神 我们有助一支优秀的球队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我们想要让球队取得最好的成绩 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